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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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想要一次關閉所有的後台程式 你就直接在這個主畫面這張卡片上面 你只要把它往上滑 它就可以一次把你所有的程式都關閉 非常的簡單 接下來第二個功能就是Quick Switcher Quick Switcher它的功能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在這個螢幕的左下角 把那邊往上滑 然後你就可以快速切換 到你上次使用的應用程式 這個功能一開始要花一些時間的習慣 有時候要提醒自己 要去用這個Quick Switcher 但是你只要習慣之後呢 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切換這個應用程式 但是Quick Switcher還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每次在切換應用程式的時候 你把它往上滑 它每次都會頓一下 你覺得有時候會感覺卡卡的 那如果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只要去C人裡面搜尋另外一個應用程式 你把它下載下來 叫做No Slow Animations 那你下載完之後呢 你只要進去設定裡面 把它的速度調到0.65 這樣子它就會解決你這個問題 你的速度 切換速度就會快很多 然後也不會卡卡的 我覺得我非常推薦 你要去下載這個No Slow Animations 那最後這個第三個功能 就是HotCoiners 它就是可以讓你像以前iOS6 這個Zephyr的功能一模一樣 它可以取代你的Home鍵 所以你只要從螢幕的右下角往上滑 你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主畫面 不用按任何的Home鍵 那你只要在螢幕的中間這裡往上滑 你也可以直接進入你的Multi-Center 那這三個就是Octro 2主要的功能 如果你有不喜歡任何一個東西 你都可以去設定裡面把它關掉 主要的功能都看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看一些這個進階設定吧 點進去之後你第一個會看到的選項就是Minimal Display 這個選項我強力建議打開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開的話 你這個Multi-Center就會感覺很擁擠 打開Minimal Display之後 你會看到下面會有四個選項的問題 你什麼時候要開啟Minimal Display 第一個選項就是永遠開啟 第二個是沒有播放音樂的時候讓你開啟 第三個選項就是沒有用AirPlay的時候會開啟 最後一個選項就是AirDrop 沒有啟用的時候來開啟 那我個人建議要選擇第一個 這樣子以後永遠就會變得很乾淨 接下來Open to Last App 這個選項就是讓你在開啟Multi-Center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頁面切換到上一個開啟的應用程式 我個人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沒什麼用 所以我就把它關起來了 接下來這個Quick Launcher的選項 可以讓你控制Multi-Center最下面那一排 那一排所有按鈕的這個顯示方式 這個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兩個選項都給它選擇Do Not Display就好了 接下來這個Close All Apps的選項蠻重要的 它可以讓你在關閉所有後台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些不要關閉的應用程式 點進去之後 第一個選項我建議要把它打開 它就是可以讓你在關閉所有應用程式的時候 你要滑上那個主畫面的那張卡片 你只要把它往上滑 它就會自動把所有應用程式關閉 不用再重新確認一次 第二個選項就是你關閉所有應用程式之後 它就會自動挑到你的主畫面 那這個我沒有打開 但是如果你要開的話也沒有關係 第三個選項就是讓你不要關閉 你正在播放音樂的應用程式 這個一定要開 那下面這個清單裡面的應用程式 你只要把它勾選之後 你在關閉所有後台應用程式的時候 你只要有勾選的應用程式 它就不會把你關掉 接下來這個設定就是 Alimactic Quick Switch 它可以讓你在快速切換應用程式的時候 切換到你所有開啟過的應用程式 那如果你把它關掉的話 你最多只能切換到六個應用程式 所以我建議你把它打開 接下來的設定就其實沒什麼用了 所以就不要去理它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囉 這個就是OXO2 我還蠻喜歡這個CZR的軟體 它有非常多好用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去下載的話 你可以去CZR的Big Boss軟體 你下載 這個會需要3.99美金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囉 掰掰